喂 原文化發聲 我就用Lok Lok聲 Lok Lok聲上課了 據相關歷史記載 應該我們吃了農民飯 很有錢的人也好 就拿一隻瓶 有些拿一隻碗 不是 拿些飯 拿些飯給誰吃 給小孩子吃 小孩子吃過農船飯 快高長大 農船飯有很多基本上的要求 一個上菜都是雙數 我們這裏傳統的農船飯 一般有燒肉 雞 瓜酸 農船丁 蝦 還有一些冬瓜炆的五花肉 青菜 做法都是以炒炆為主 一擺一擺很多位 所以煮好出來 一上菜就不斷 一碗一碟 一碗一碟 這樣就快 我們這個村 爬農船 去到另一條村 一下船就有農船飯吃 有農船丁 不斷爬飯 主要有蘿蔔口 鹹的 可以補充體力 而且經常濕水 會經常去寒、濕 會配辣椒 驅寒、去濕 烹調方法其實都很簡單 把蘿蔔丁給它比較鹹 做法是先用鹽水 這樣浸泡 因為鹽是有滲透作用的 所以用鹽水浸 可以把鹹味扯出來 豆角丁 那些就飛水 加上辣椒丁 都是飛水 然後起鍋一起炒 就可以了 廣東人 港球不時不食 五到六月 就是白瓜上市的時候 這樣我們就會用白瓜 用白醋來醃製 做成一個白瓜酸 即是龍船菜 裡面就是一碟白瓜酸的 不是炒的 在我們這邊就改良過 用蘿蔔 蘿蔔是燒製的 蘿蔔瓜酸 浸了一個酸 來炒浮皮 和一個鵝渣 增加了它的風味 年輕人就喜歡有儀式感 所以我在設計這個菜式當中 設計了龍船一個器皿 盛載的器皿 上面用傳統的風雞碗 裝一些菜式 這樣看來就在一張桌上 就好像有菜籠奪的感覺 增加了它的儀式感 我希望大家可以通過 品嘗到這個龍船飯 可以感受到 端午這個龍龍的節日氣氛 龍船飯圍在一起 不止花龍船 很簡單 喂 你今年種甚麼 我家種甚麼 哦 喂 這件事今年成功了 其實通過吃龍船飯 一個生活的交流 又是一個勞動的交流 通過龍船飯 就體現到我們中華民族 團結品發的那種精神風貌